下个星期就开学了 不少家长把握最后几天 陪同孩子添购新孝鞋和书包 受访的邻里商店表示 政府分发的社理会邻里购物券 有助刺激业绩 年底的孝鞋书包销量同比增加约一成 来看记者李怡化的报道 位于雾洛的这家鞋店 开学前迎来不少选购孝鞋和书包的客人 业者说 目前旗下的五家分店 可接受社理会邻里购物券 而这个星期每天都有更多客人 使用购物券为孩子添购开学必需品 业绩同比上涨一成 我买给我的孙子 他学校要开 他说可以收到这个CDC包 在上个星期的话是很多顾客都不晓得要怎么样使用这个CDC包装 则维持不便由业者承担 位于洪梦桥的这家鞋店 一早就有家长带孩子上门购买校鞋和书包 业者指出邻里购物券推动业绩 开学用品销量增加10% 不过成本比往年高 中国啊台湾的运输啊 continor那些全部都提高 所以大概每一双都有提高一块钱左右 我们卖的价钱还是一样 跟去年的价钱还是一样 就是azort自己的成本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一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